受到新冠变异病毒BA5影响 我国确诊病例出现上升的趋势 尽管如此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表示 如今我国疫情已经进入了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 教育部将会密切关注疫情走向 并调学校的上课方式 不排除会恢复线上教学 我们从这个宏观的这个方面来说 教育部当然是会依据 这个特有的情况 那么会做出这个决定 那在目前这个环境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COVID都已经是进入一个叫endemic 就是说已经在我们这些社群之中 在社群中感染传染了 那么它的就以目前这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也进行的是很顺利 但是无论怎么样大家都还是要小心 马汉顺今天在霹雳仪宝出席 不先洗周华小和中国广东省东莞 由甘普小学地结为姐妹校的仪式之后 向媒体透露 教育部会依据疫情情况调整 强调校方会在各方面保持谨慎 遵守教育部的决定 另外他指出不先洗周华小和中国 由甘普小学地结成为姐妹校 不但能够通过活动促进两地文化和学术交流 提升教学的素质 还能够提升学生的世界观 也符合政府教育大蓝图的目标 教育部的决定